昨天我们新闻30分报道了一本名叫高考试题揭秘的复习资料 号称能大面积预测今年的高考题 而事实上书中所说的高考命题专家 以及大量的2007年高考必考题都是假的 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记者发现广告宣传中以高考命题专家身份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 竟然就是这本复习资料的幕后策划人 比如高考试题揭秘主讲数学的王建明老师 已经签订07年数学题的后三道大题 广告中出现的这位王建明老师 在前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 他确实与几位老师曾为北京先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做过一次关于高考的讲课并且录了像 但并没有参与过所谓的高考预测试卷的出题 他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录像资料被用于高考试题揭秘一书的宣传 在这一虚假宣传误导广大考生的事件中 自己也是受害者 有多年的高考教学经验 仅此而已 但是他在宣传中提出 您有九年高考命迹经验 没命过提 一年也没命过 没有 这是虚假宣传 从谈起说我命迹过一套试题 这个试题里头有多少多少道 就跟今年高考一样 这简直是无计之谈 因为这套试题本身根本就不是您命迹的 对 所以这种宣传纯粹是骨骄人心 然而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查询后发现 这位王建民老师和北京先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却是同一人 我身后就是北京先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 工商人员在这里发现一个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上面的写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叫做王建民 王建民这三个字和我们节目中出现的 所谓的高考阅证组成员 王建民是同样一个姓名 王建民的身份证号码为110108193902218216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志心村小区9楼三门401号 这与我们在他公司的现场检查的这个发现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是一样的和我们的执法平台是一样的 并且我们在那个现场还发现了一份授权书 也是由王建民亲笔签字的 授权书上的内容是高考阅卷组成员 以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 这是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对外宣传 是由他本人认可并且同意的 随后记者拨通了王建民老师的电话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担任呢 那您入股了吗 您入股了吗 您入了多少钱的股啊 我就是象征性的 大概是18% 他们是所以换了 因为我在教育当中呢 那么有一定的 就是说还是危险吧 目前北京市工商部门 已经对涉嫌发布虚假宣传广告的 北京先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和企业法人王建民立案调查 另据了解 高考试题揭秘书 已经在福建 山东 上海 吉林等地 陆续下下停止销售 下廉書 飞称 下廉100年 内疗